各位晚上,今晚你又看到這個英文版本的GIF 我英文和香港語版,我也有的 我真的一會兒拿著口袋全世界這個版本的GIF 我可以說,很明顯今天這件事可能在拉薩皺了一下眉頭 拉薩皺了一下眉頭,做甚麼呢? 就是宣佈美國對香港的制裁,中國要反制裁7個人 包括美國的前商務部長,前商務部長 你聽著,是前商務部長 你知道這件事真是很... 整件事很白癡的 我可以說,這些是甚麼呢? 拿著石頭,怎樣呢? 頂自己的腳,那些朋友 你知道啦,經常都說石頭和腳 不知為何腳都一定要和石頭關 不知為何人都喜歡拿著石頭,打到自己的腳 其實全世界的正常人都沒有這個嗜好 但除了習近平,我可以說 為甚麼說,除了習近平,沒有其他人的嗜好 由這次反制裁的人看到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美國剛剛不起訴解放軍去美國留學簽證的問題 我猜是可能證據不夠充分 通常不夠充分 但是現在這樣玩的話 我覺得有些人真的 其實摸著石頭,打自己的腳 這種變態的嗜好 這個是習近平的個人喜好 不關全世界人 不過習近平就是因為他個人有這麼變態的喜好 因此他就會這樣說 我為何這麼說呢 首先,你要玩制裁 玩制裁玩報復沒問題 蘇聯都很喜歡玩這些 一定要對等 對等原則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是制裁七個人 你一定要差不多高級的 你這麼多次制裁 有人大副委員長 有中聯辦主任 有行政長官 有中聯辦副主任 這些人 你坐底 如果你真的要一對一 大家平等 如果你制裁人大副委員長 你最少要制裁的國會議員 你最少是副議長級別 或者可能是一個 賤任的 一些 可能是一些 國務卿 那些 你才能夠平衡 才能夠 然後你說 制裁 中聯辦主任 或者是制裁林鄭月娥 你最少要制裁 你要平衡 你的位置是對的 你一定現任 你覺得要現任 一個參議院的議員 一般參議院大部分 因為參議院是州選出 或者你可能制裁州長 通常是這樣制裁的 例如你驅逐大使 通常是你驅逐幾多個 某個官階的使館人員 那我就驅逐回 Equipment 數量的人員 通常是這樣 這樣才叫做報復 你現在制裁前傷 我部長的心 你事人而弱 原來你不敢報復嗎 那我制裁多些 我制裁多些 我有掌聲 有些人怕你制裁 你制裁那些 你制裁那些 算靶 你制裁前官員 西方國家的官員 他可能覺得 制裁他 他找不到成 不好意思 當特朗普的年代 無論是商務部長 美國商務代表 那些 好實說 那些其實差不多就退休 就像美國前貿易代表 外因欺責 他根本上是七十多歐 但布殊那個時候已經做了 他做的真是奉獻美國 他七十多歲 他之前是賺很多錢的律師 但我用了 用了 你做什麼貿易代表 他這些已經 你知道美國做官的人工不是很高的 美國做官有兩種 一種就是 好像奧巴馬一樣 打算做完總統之後 然後去到處巡迴演講 找爭銀 這是一種 但另一種 更多的情況 如果你說做商務部長 那些 或者做國務卿那些 如果他不是職業 做開這些 他其實譬如 之前 蓬佩奴之前的國務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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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客森李夫石油的CEO 那個是 他差不多退休 我已經 怎樣 是退休 我都是做慈善的 真的做慈善 真的做慈善的 但貼錢做的 不要開玩笑 美國很流行 或者蓬佩奴那些 他做國務卿 他的目標 其實是更上一層樓 他是最後想做總統 或者州長 那些位 那些位 因為他已經做過總統 我已經覺得 我要再上一層樓 已經是總統 或者總統 這些位置 是這樣的 所以 你想想 你現在 你制裁前官有一個人用嗎 你制裁又廢人 所以 別人已經覺得 你事人已弱 原來 你不敢真的報復 你是怎樣 在中國人民面前 辦大支 那沒事的 如果我是美國 制裁多些 我不停制裁這些 我就不怕了 我制裁也要再高一點 我又有上升 我又不會經常被熱狗說 我是Auto No Action 或者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不熱狗 但問題 現在很明顯 美國是鬥王的 說不夠 不夠辣 Auto No Action 不行 要再辣些 現在鬥王的時候 你會說 我制裁多些 我制裁得更多 更多 更多人 等到你怎樣 這樣來講 我制裁了韓正 也不怕 這些是叫做 事人已弱 你真的很噁心 真是很噁心 一件事 你事人已弱 對於這個地盤 有什麼好說 是不是 我會覺得 這件事很白癡 就是 你要 真是 有妖道 你真的要有妖道的制裁 你一定要 對等 你才叫做報復 如果你 你不敢對等報復 你要事人已弱 這是外加大忌 從來都 你不如 你就不要假裝自己是戰狼 不如你直接 跪在這裏做契弟 你直接做契弟 就更好 你做契弟 就大意 因為你之前做的事是不對的 那又不是 現在習近平又要事人已強 問題就是 知道 不知道就笑死 不知道就嚇死 不知道就笑死 不知道就笑死 現在就是 好像我已經知道的 沒有妖道 因為我連分析的名單裏 那些組織 我都在廢話 因為你是沒有妖道 人家只會覺得 你是加入一些 honor 就是 mattle honor 在別人身上 原來我做過一些正確的事 被制裁 那 分章 對美國人都是分章 那有什麼所謂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弱 這是第一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令到 怎樣 這人會覺得 暴露了中國的外交弱點 就是中國根本上是怎樣 那些所謂戰狼外交 那些不是玩真 是玩假的 這是第一 好 第二 你 這個中國的所謂的反制裁 其實你是破壞了氣氛 因為 對美國來說都覺得 喂 你制裁我的人 我什麼時候輪到你制裁我 我從來都是我制裁的 因為不到你制裁我的 如果是來到這個情況 你想想 本來7月26號 天津有個會面 就是談話 怎樣安排G20的會議 那天津的會面 一般就說G20會會面 我猜那天是歐天尾頭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走向硬的 總體對中國的政策 美國很多部局都是走向硬的 你現在突然間離開這件事 國會議員實問 因為有國會有人被人制裁 就會問 喂 你為了我的尊嚴 喂大哥 你沒有答應中國什麼什麼 你結果就所有事情都不能談下去 這個是重返 那個中歐投資協定 炮湯的錯誤 就是歐中投資協定 歐中投資協定 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沒有再審議 就算Angela Merkel 就算Macron 就算他們真的 我就算我當他們想 都談不到 他承諾不了給你 就是因為 你制裁了歐洲議會的議員 人家西方國家民主政府 一定要保障 或者保護這些民選政客的尊嚴 你這樣玩法沒有東西 那不談 歐洲議會不會談的 不會談下去的 批也不會批 有些事情都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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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做完的 整天都是這樣的 現在你重返這個錯誤 而且美國 這方面的Hawkish 是比歐洲更嚴重的 歐洲已經是一個甲派國家 總體都是甲 歐洲是甲多個鷹 你都玩這些 結果就全部 怎樣 全部被我 European Parliament 起床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 你G20 那個 preparation 的 meeting 之前 你玩這些事情 你覺得這些國會議員 還怎樣 不夾爆你 結果這些國會議員 只會更加加快 衝過一些反華議案 不只 而且很大機會 就是拜登 在26號 那個會面天中 根本沒有事情跟你談到 怎樣談 談人嗎 你一開始 我人都未來 給這些事情做大禮 你想一下 你去別人那裏 聊天 OK 我未去別人的地方 開會的時候 我就收到一個包裹 為什麼收到一個包裹 是一坨屎 那你覺得 就算你 就算要繼續跟他談 你會覺得 會談些什麼出來 我想 我最多是談 就變成金小民 那些漫畫情節 我便談 我條理又沒有毛 那你談 我條理又沒有毛 那時候 你聽金小民的情節 你也知道 最後就怎樣 你看 初側口角 而動沒有 經常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因為金小民的典型橋段 你變成這些 所以我覺得 這個制裁 我看完之後 我就想 對 星期五的時候 剛才說完 這個冬奧 說得這麼開心 反正都要語化 不如欲得呼風華 絕代 結果美國比一些大的 日本比一些大的 是否以後會潤到你 惡腳 對不對 結果我懷疑 我懷疑這隻 如果他看QQ 看騰訊 看奧運 我猜 他真的會這個表情 真的這個表情 喂 大哥 這個就是怎樣 你玩這些戰狼 玩得太多 你就變成爭氣 拿著石頭 怎樣 紮住自己的腳 你好像你G20的談判 已經玩完了 基本上 我覺得沒有什麼 你還需要阿拉斯加會談 阿拉斯加會談之前 都沒有那些惡為氣氛 現在你來這些事情 你 我看不到有什麼好氣氛 會談下去 我分中 我之前也上過伊朗 伊朗那個 我覺得 就是G20 其實我20號 實際是談一談伊朗的 如果你中國 沒有辦法擺平伊朗 就直接這樣 這個才是主題 他這個 是比特朗普 特朗普已經很辣 但他比特朗普還要辣 但他比特朗普還要辣 我想是這件事 但是你現在 你還未來 你怎麼跟DXL 速度一合屎給我 你覺得 我是布林克 我是布林克 我演斯特斯的談判代表 我都會覺得 洗脊子跟他談 吃屎 是原裝 怎麼帶回合屎 DXL 寄來的事 然後還是原裝 一頓給我 一頓給他 一頓給他 就對了 我心想 你搞幾檔 那些時候 你你知不知道 這個人 你知不知道 說數 怎麼說都不懂 要不就直接我牛肉當下,要不就像少林足球那些情節 就是怎樣,我是一個汽車收的員 我褲袋裡面有士巴雅,有鎚仔,很正常的 你記得少林足球那一幕,周星馳和對家那一隊 就是開球的時候,但褲子無法掉到士巴雅,無法掉到鎚仔 我的命是踢球,不一定是 你最多是這樣玩的,但問題不是,中國不是玩這些 你看到很好笑的,這件事很好笑 其實你看到這些戰狼外交,或者零左勿右的事情 真是很容易拿起石頭,要打自己的腳 就像東奧的Live 你知道我上一節所說的,日本用五十音排台北,台灣 變成台灣排球 就先出場了,那時候NHK就叫台灣 那些人怕政治不正確,因為CCTV也是我NHK的信號 雖然國際奧委會是說太鼻,但不給別人看,不要緊 那時候騰訊插到一個不知道什麼 奧運talk show 去模擬圖 你做這些東西,有人知道有古怪的 最好笑的是,因為過得很快,因為今年沒什麼觀眾 那些東西過得很快 台灣走完沒了,然後中國的畫面走出來 然後中國的畫面也走出來,很明顯是為什麼 那個人是沒有監獄 那個控制中心是沒有去控制那件事 結果沒事的,現在騰訊 馬化騰真是辱華 這真的是真辱華 這不是蘇辱華 不是蘇辱華,不是假辱華 是真辱華,我看看是怎麼收課 你為什麼經常做意識形態的 凌座物有的實造弱智 因為你本來中國也是本來門的 那你做這些凌座物有的事情 你對外是搞賤狼狼狼狼狼 結果就在撞身板 你記得在歐洲 歐洲,我去年暑假的時候 你中國在王毅周周圍兇人 在瘋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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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有時偏差的放鬥很大,警察老公也是很喜歡做這些事 有時偏差的放鬥很大,但他們自己的預測錯我從來都不說 這班真糟糕,我早就說了,你這樣做實得罪方丈 現在得罪了方丈,現在真是得罪方丈的世界 玩零左勿右的東西越多,你就越容易出錯 中共的左本來已經沒有一個論述,他的論述只不過是搬門 總之就是以我為主,其實四個字就是以我為主,我要全贏 所以你一聽到以我為主四個字就知道,整件事很簡單 中國就是我贏了,你輸了,是這麼多 問題就是你玩得太多,你贏了,我輸了,你最終就會自打嘴巴 最終就會怎樣,你的手手腳腳完全不聽話 完全陷於矛盾局面,你不是玩縮骨弓嗎? 變成一批東西,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中國所謂的反制裁沒有用,中國所謂的反制裁一定沒有用 然後你說20號會,美國跟中國在天津談到什麼 你會談到什麼,你會談到人出來,真的談到沒有 你什麼都談不到,其實你玩完了 然後怎樣呢?國會議員一定會發聲,國會議員一定會發聲 那些人說,你沒有人夠軟弱,你還要公佈,美國時間做得很想 美國的人看到,然後肯定吵起拜登和吵起林康 然後說,你不要軟弱,你軟弱,你很乾淨 那你26號會有什麼好談的? 人家就算準備讓,都讓不了給你 你一點都讓不了,這是真是很差的談判技巧 那為什麼中國的外交不斷失敗呢? 除了以我為主那種霸道作風,就是 因為他整班人真的怕自己屁股不保 結果是怎樣呢?全部都是行以我為主,寧左勿右 你以我為主,寧左勿右的結果就是你不是用理性來決定 你不是用國家來決定你的談判方向 你是用你自己個人的屁股來決定你的談判方向 你不斷去揣摩這個習近平的上意 結果你所有事情都是談判事出來的 所以你問我,中國外交會不會美國一年到一半年 一年沒有改善,不會有改善 甚至有一件小的事情,你看到就只會愈愈惡化 譬如你說英國在拘捕蘋果日報的聲明 顏曹文,很多媒體沒有怎麼說 我覺得我實在說,但他的訊息是很重的 他說是Fail,China is Fail to Uphold 如果英國用Fail這個字字 英國人如果你說什麼什麼Fail 如果是用Fail這個字法律上追溯的那些 你就知道你已經是接近outimitum 我猜其實英國很快會有 就是完全對中國死心之外 英國會採取強硬行動 有些人說,為什麼英國一直未制好制裁 但是英國要準備好 我猜九月會有強硬行動 因為現在國會休會 今天之後就休會 到九月才回來 如果你要做一些大的制裁 其實是要回來的 就是要回來國會做訊息 但是就算國會休會期間也好 我會覺得至少英國 因為已經在醞釀國籍法修改那些 正在做的 在九月之前的節目 其實主要是準備好黨大會 每個黨的黨大會 十月的季節 九月底到十月 我已經在英國 我會考慮親身出席保守黨大會 我覺得有必要做些事情 當然我也要諮詢安全問題 你也要知道 有些香港人這樣的共諜 隨時搞安全問題 我在德國就安全 我在英國就未必很安全 其實我也有這個關鍵 但是 你想一下 如果英國已經用到Fail這個字 來應用 中國現在的走所行為 你也知道 拿著石頭 踩著自己的腳 你一個惡化下去 所以大家不用說 這個沒有告什麼 你見到熱狗很喜歡做這件事 他把小小的東西放到很無限大 真的很令人害怕 有時候我不喜歡 那些人說 你怎麼看這個題目 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大佬啊 有時候我會覺得 有些其實你提這些東西 我發現不是我的讀者 很多是熱狗來的 來挑戰我 下次我見到一些有問題 如果是三面後那些 有什麼高清本土台 MIHK那些 我全部說出去 我認也免得 我真的不會認 那些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你知道 其實我禁止別人 我禁止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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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清楚自己做什麼 看完高清本土台 MIHK那些 那麼喜歡看這些垃圾 你自己看飽 死鬼 要浪費我的時間 浪費我的同學 那些觀眾的時間 對吧 好了 今晚說到這裡 明天再見 明天星期六 我不知道有多少家族新聞 好難聽呀